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 为您播讲的 盛须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2319集 两人间见起无边的浪涛 那是时光河流在席卷 更有无数的规则撕裂 像是无穷座火山喷涌 诡异十足倒退 满是浓密长毛 的双手裂开了 不断的流淌黑血 而后双手与小臂 突然就炸开了 并向着身体蔓延 这位始祖惊悚 果断而迅速的震断了双臂 让其脱离躯体 阻止了这可怕的力量蔓延之势 黑血滴落而下 光阴河流 则因他溅起滔天浪花 时光碎片到处飞溅 景象极其可怕 夜天地无恙 血气澎湃 宛若一座永恒长存的 巍峨大山 屹立在那里 挡在此人的前方 无声无息间 域外又多了一道黑影 周身都是被灰雾包裹着 枯瘦的躯体压塌时空 让周围的道文全部熄灭 规则秩序更是炸开 狗黄都发毛了 依旧是石祖 腐蚀一心颤 这是比陆晋级生灵更为可怕的存在 竟降临下两尊 一道璀璨的剑光刹那出现 斩断时光长河 让天地万物都静止了 举世茫茫唯有那一道无敌之剑 他划破黑暗 展出无尽的绚烂光彩 映照在古代 现世未来无处不在 也在人们的心中 照耀出不灭的希望光滑 像是在深渊绝境中 望到祥和灯塔 更像是昏暗 与枯寂下去的无穷宇宙中 再次诞生的一缕生命曙光 噗的一声 新出现的石祖头颅斜飞出去 而后又炸开 接着身体也在剑光中崩灭 划成碎骨与不祥的血物 痴的一声 剑光再起 另外一位石祖纵然反应过来 动用无匹的伪力对抗 但是他刚新生的手臂 还是飞了出去 并在虚空中化成黑色血光 剑光再转 横断万古失控 失去手臂的石祖避无可避 碰的一声 他整体被一柄大剑劈开 在原地炸碎 两位也敢来 送死吗 一道伟岸的身影出现 是荒 他手持低血的剑胎 横在天穷上 可惜 石祖终究是不灭的 宛固永存 两道身影再次浮现了出来 很难杀死 便是路进击生灵被击杀 若是条件允许 但凡世间有人还记得他 都能令他再次复苏 归于现世中 更惶论是诡异失足 不祥的源头 他们的道行更近一步 不过 慌得剑光却极其可怕 剑胎一转 光芒亿万缕 什么永恒 什么不灭 什么万劫不侵 都失效了 剑光斩断永恒 击溃不灭 化成最强大劫 笼罩两大十足 一剑划过斩断了古今未来 惶惶剑光生生不息 古今最为璀璨的神圣光辉 普照各方大世界 将两大十足困在剑之牢笼中 要将他们彻底磨灭 这 远处有诡异先帝出现 见到这一幕后 全都头皮发麻 那个持剑的男子 当真可试杀十足不成吗 他们确信 如果给荒时间 两位十足多半会隐恨 有一只战矛破空 遭穿天地 刺向荒的剑 要打破那剑之牢笼 解救出被困住的两大十足 一夜天地动了 血气凝聚的大顶 宛若开天辟地的大腹 横扫了过去 将那只刺破天地的战矛 抵住 猛然一阵 而后 让毛风 砰的一声炸开了 接着 一夜天地挥动全印 自身直接杀了过去 要灭持毛者 果然 天地全无匹 随着他挥拳 宏大的全印 让周围的宇宙 轰鸣 起伏 跟随其波动共鸣 一道刺目的全光划过 全意磅礴无敌 照亮了大千世界 竟将那位十足 直接打爆 血无涌动 那位十足在远处 重组真身 目光冷烈 你比预估的更强 果真成了变数 今日 必须摸取 关于你的一切痕迹 突然 轰的一声 天崩地裂 大道规则焚烧 秩序归于永迹 万物开始凋敝 不知多少宇宙在暗淡 将解体要爆开了 接着 有七道身影 同时降临 分布在四面八方 他们同时施法 并向前踏出一步 将先他们而来的三位十足 解救了出去 整片天地寂静 诸事没有了声音 在十道黑影 无法揣度的伟力下 各方宇宙中 所有生灵都瑟瑟发抖 忍不住 要跪伏下去 十道身影 皆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强大到了极点 竟全是十足 勇猛无匹 如天脚椅 心高气傲 如石冠王 战役高昂 如斗战圣元 这一刻都毛骨悚然 他们心头沉重 满是阴霾 感觉 整片天地 都是灰暗的 这还怎么去战呢 十大十足连魅降临 纵然让世间万足 古今无数个 璀璨时代的英雄 全部复活 尽限这个时代 也难以挡住他们 谁都没想到 诡异恶土 身处居然走出 十位十足 一直以来 荒都在独队 三大十足及生灵 而据猜测 那片高原尽头 可能还折服着两尊 夹起来不过五尊 无论如何 人们都不敢想象 竟会有十大十足 恶土中 十足齐出 谁能敌呢 横推过去就是了 碾压一切对手 到头来 大千世界都将破灭 万灵都要化作灰烬 十道模糊的身影 屹立在狱外 他们没有动手 便已让诸事要炸开了 三千大道 万般规则都在暗淡 将熄灭下去了 一条又一条进化路 正在出现不可预和的裂痕 局势茫茫 无人可阻止 各种大道都将崩散 无数的宇宙都在颤动着 哀鸣着 随着诡异十足 整体出世 所有大世界都在军裂 可能会全面撕裂 毁灭 十道身影一动不动 可是却要压他古今未来了 他们的身影 投在广袤的天地中 形成至暗时空 也投影在各界生灵的心碱 形成极致负面的黑暗区域 令各族无比的压抑 不由自主的想将自身的灵魂 献祭出去 此时 后方的大世界中 太阳出生 却没有光明 被十道磅礴的身影挡住了 只留下黑暗 世间失去曙光 没有了希望